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5月的Footoshop更新 版本也来到了24.5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两个功能 一个功能就是这个自动移除工具 它是类似有一定的AI算法在里面 可以给你自动移除一些里面的物体 还有一个更新便是自动填充 而且这个自动填充是有AI参与的一个自动填充功能 也是非常强大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小功能就是 做了一个非常智能然后非常好用的一个渐变功能 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那么来让我们进入Footoshop 刚进Footoshop的时候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栏 它叫做上下文任务栏 它是会根据你现在不同的一个运行的工具或者状态来进行变化的 比如说现在刚进去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用自动框选主体或者自动框选背景 等等一些 非常基本的你可能会立马使用操作 当你用选区工具比如说画一个框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AI自动填充 或者说非常方便的改变选区的功能 包括反向选区啊等等等等功能它都是有的 这个工具总的来说呢是可以帮助很多对快捷键不熟悉的小伙伴快速的去 进行一些相关操作我觉得还是对效率提升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个框也是可以随便移动的 不会说你 突然挡在你这然后你正好要在这操作然后看不见 那么上下文快速工具栏就讲到这 让我们换张图来继续看一下 渐变工具 我先 用这个自动选择工具把主体给选出来 为了演示方便我们就先做一个反向 然后我们来使用一下渐变工具看看 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渐变工具特别的丝滑 而且特别的直观 而且可以试试变更它的一个渐变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试试变更它的颜色什么的 基本上来说 算是一种优化吧 没有说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功能 但是呢现在变得特别的好用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新版本重中之重的移除工具 它的图标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老版的 类似的一个修复工具 这是一个新版的移除工具 它们俩的作用可能在很多时候是差不多的 但是新版的这个工具呢 对比下来之后 我发现是非常的强悍的 比原来那个工具要好用很多 等会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 我们来先用新的移除工具来试一下 随机挑选几个路人删掉好了 这里先勾选好 sample all layers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底下的一些涂层全部 给它计算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新版的这个移除工具其实 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小瑕疵 多试几遍 它就会基本上修正的比较完美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基本上来说是看不太出来问题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如果用老的工具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开启老的工具 然后选择所有涂层 我们同样的操作来试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明显发现这个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一样 如果靠这个工具来抹除的话 我觉得得多花点时间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新工具 这个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在 Beta版本的功能 就是它的 所谓的AI绘图功能 官方定义为是一个 自动填充功能 它是用一些AI算法来进行计算图形的 我们来大致演示一下 我们觉得这张图的长宽比 不符合我们要求 比如说我们想要再长一点的构图 这样方便我们去做特定的用途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把这张画布扩大 然后再用选取工具 把这个选起来 然后我们用生成填充工具 来进行 一个自动绘画填充计算 像这个填充工具的呢 它的提示词都可以比较简单 比如这里我直接使用street 应该就足够了 我们来试一下 OK 生成之后呢 它其实还有不同的版本可以再选择 比如说这里它就有三个可供选择的版本 它一次会生成三个 然后你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可以再点这个生成就会再生成三个 所以说就算哪怕这三个选项 不是特别满意 大家也可以继续不断的生成 有时候呢会得到一个意料之外 特别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生成的结果 我觉得生成的里面 这张应该是比较好的 可以看到整个图形呢 还是有一些bug存在 但是呢其实这个bug 很多地方也不是特别明显 比如像这里的交界处 就还是比较自然的 当然最明显有bug的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车 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上 再进行一次生成 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 车整个给它框选下来 可以看到这三个里面呢 这个就相对比较自然了 关于这个AI生成呢 其实特别好玩 而且其实也非常强大 那么我现在用两个实际的 拍摄例子 来给大家 看新工具这个AI生成画画 到底如何 有没有使用价值 第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产品图 我们用自动选择工具 选择主体 OK 这选的还可以 稍微有点瑕疵啊 但是 毕竟是演示 咱们就 不在这里细细的修改了 我们把它反选一下 然后让它自动生成 关键词写 关键词写的是带花的场景摄影背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成结果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它整个 背景的融合啊 倒影的如何还可以 特别这张图它模拟的一个 拍摄的真实场景 可以看到这个倒影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自动分析了整个场景照片的光影 然后给你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应用场景 这张照片是我拍一次性胶片相机的时候 不当心把手挡住了一点摄像头 所以这张照片其实是废片 但是如果用现在新出的AI填充功能 我觉得可以挽救一下 而且挽救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先选中这一个我手指这边挡住的区域 然后关键词写竹林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两张的结果啊 有点吓人 但是第三张非常的好 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瑕疵 我们再放大看一下 它修补出来的这种纹理啊 包括它的这个 细节其实都是非常接近于原来这张图片的 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这个效果 那这张图的话本身这个人的头是开向后方的 现在我想让他看一下我们镜头或者是往侧面看 然后我们就生成了这样一些图片 其实有好几张还是挺真实的 而且这这个工具它会自动分析场景中的光源啊 色温啊 一些 一些相机参数什么的 都会去进行分析然后给你自动生成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我先选中所有比较明显的 人的部分 然后自动生成填充功能来去掉所有的人物 接着再用移除工具去进行一些细修 把小的人物和一些残留的一些bug给修复掉 就在两分钟以内就可以把这么多人全部去掉 而且可以说是去的非常完美 包括景深什么的基本上也都是正确的 那么本期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